为了行销跟推广台湾丰富多元的水产品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从2018年11月34号开始 年续三天在台旅MLD商场渔夫市集 举办海味嘉年华活动 希望提高水产品养殖生产跟加工业者的知名度 为了促销取得认证的产品 这场活动一开始 主办单位还请来了高雄柯仔寮观光鱼市场的叫卖歌 来主持各式各样鱼虾水产品的叫卖竞标 另外还有高雄海产吉祥物跳海草舞 炒热现场活动的气氛 像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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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波飘摇 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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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 今天可以10个人家而已 不要叫八百一千九百六百五百四百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表示 这一次在现场展示的都是优质的高雄在地疑惑 也邀请产销履历达人来参加 希望协助业者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品质 活动当中还有四张EQ的精彩闯关跟各式各样寻宝活动趣味游戏 民众只要闯关成功就可以免费得到精美的神秘礼物 带我们生产者这部分遵循了四张EQ的方式 就是这个产销履历做认证了 已经提供了一个比较好比较优质安全的这个产品 当然呢我们一定也要让消费者知道说 你怎么样去购买有认证的产品 高雄市海洋局非常的用心的是说 去补助了所有的这些费用 让这个十一个验证户都不用去花一毛钱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像华文坤等的专业的辅导 然后也通过了就是海洋大学 基隆海洋大学跟平科大的两个验证单位的这个验证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的海卫嘉年华活动 希望呈现高雄多元化的美味水产 每年都吸引许多贵宾跟民众前来 活动现场人潮满满 场面温馨又热闹 海卫嘉年华活动为了回馈参加的乡亲 还搭配达人料理秀 让大家吃得安心 玩得开心 买得放心 度过一个快乐轻松 又充实的周末假期 记者陈文旭 杨静高雄报道